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战队都没能两次获得这一殊荣 也许那璀璨的不朽神盾背后就隐藏着一张恶魔的笑脸 2016年9月 在经历了一个并不如意的TI之后 作为前世界冠军战队的工军成员 豪 穆淡出了这个舞台 牛逼战队进入后双子星时代 好在 领替他们的U9与宋纯不负众望 在新赛季的第一个国际线下比赛 便带领队伍杀入最后总决赛 接下来的日子里 有坦途 有坎坷 队员们更改过比赛ID 调整过战术打法 但这五个人始终凝聚在一起 战队选择了相信队员 队员选择了信任彼此 寒来熟往又到了一年一度的TI进行时 作为直接获邀战队 牛逼没有经历练狱一般的中国区域选赛 来到西雅图 他们依旧是波兰不惊 云淡风轻 小组赛上 牛逼战队既没有老肥羊的气势如虹 也没有IG的惊心动魄 八场比赛 四胜 三平 一复 积十一分 就像是长跑比赛 跟随在领跑者身后四级超越 牛逼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稳稳进阶了淘汰赛的胜者组 别具匠心的开幕式 宣告了电竞年度狂欢的开启 胜者组 欧洲 美洲 东南亚独连体 中国战队一如既往迎接全世界的挑战 在IG战队 古战三盘 艰难的将Liquid打入败者组后 钥匙球馆迎来了牛逼战队的登场 而他们的对手 是坐镇主场的邪恶天才们 美洲霸主 向来有小组赛藏桌的传统 首场比赛的前半段也印证了这一点 一场天秀 一级的每一名队员 似乎都把国际邀请赛当成了自己的秀场 极富灵性的操作一目接一目 大游 将对手戏弄于鼓掌之间的架势 然正所谓中坚无风 大巧不攻 牛逼 从来不是一支以花架子诗人的战队 他们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 寻觅机会 果不其然 玩Hila的一级战队 天回中路 海耀之歌与幽灵船 一波超高难度的技能combo衔接失误 让牛逼 一战挽回了前期的所有劣势 收官阶段 双方对柴高地 一击 在领先一路的情况下强行留人 已经被逼上凉山的牛逼战队退无可退 拼出了血腥的他们 一通疾风骤雨的进攻击杀三人 随后直扑远古一击 霸气的终结了比赛 第二场比赛 首战势力的一级战队再也不敢怠慢 BP阶段 半小强抢杀王 而这两个英雄 在牛逼来到西雅图之后 17场比赛选择了11次之多 看得出来 一级的赛前准备也是相当到位 而牛逼这边 在没有了张罗恶霸和蝎子来来的情况下 向明车座思考 为卡师傅选择了第三首英雄 车轮滚滚 大地之灵 最终 冒足了劲的一级战队 一套阵容选得滴水不漏 从内而外透着稳健 而牛逼战队 尽管手握全场最后一个选人名额 却也无法做到化腐朽为神奇 在阵容的选曲上 着实落在了下风 开局阶段 也许是小外露线 给了一级战队天下太平的假象 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小心谨慎 反程途中却一尺大意 遭遇飞来横祸 早就埋伏在华容道的绿袍将军挟刺杀出 打击大力 吐猫吃鸡 开了个好头 但牛逼战队也清楚 不论是中期团战还是后期能力 对面这套阵容确实太好发挥了 所以 他们就是要在对线期打做文章 拼尽全力 扼住一击的咽喉 将它们绞叉在萌芽之中 实际比赛中 牛逼的战术思路执行得相当到位 你可以看到女王恐怖的反补 将没了信使的死灵法师稳稳压制 地图下方的钢被兽 也在烈士路混得风生水起 三分钟 上路平稳solo的两个人 鞋子穷鬼盾雪魔 在谜团释放完增物之后突然发力 招招见血 红色法拉利引擎全开 追至塔下拿到衣血 五分钟 不安分的朱刚烈野区搞事 黄蜂怪穿刺之后卷起一阵黄沙 随后 一群妖怪闻风而来 所幸 净谈使者毕竟天选之人 野怪死前的最后下普攻 令一级三人瞠目结舌 六分钟 KOP圣坛补给 偶遇SK 女王心说 老娘洗个澡还有小小头 不能忍 踩着加速服交出了超声波也要带走没节操的沙王 七分半 牛逼战队完美度过了对线级 三条路线上优势明显 雪魔女王领跑全场 但随着天徽军团 三大哥有了等级 特别是谜团黑洞的出现 阵容上的强势逐渐显现了出来 在牛逼经济 领先达到了四千峰值的时候 一级战队上路动手土猫 大地之灵行遍千山万水 还是被萨尔随手遣返 杀人之后 狼人加谜团两大家族 推个防御塔那是不在话下 随后是双方酱油在不关键性等级 一级战队也乐得现实安稳 十二分半 刚被受TP上路守塔 中路视野清晰明了 稍纵即逝的机会 被天徽方精准把握 萨尔撇示留人 一套技能给上 纵使土猫巨石冲击提了三个 也无法救下附甲天下的血魔 这次击杀 将双方的经济缩小到一千以内 场上的气氛诡异了起来 为保住自己的兑现其优势 夜眼军团开启轨迹之务 远古夜出 独行侠萨尔伸手易出 随后 牛逼走进了 在他们身上发生过无数故事的揉扇巢穴 将有英雄等级第一复活快 一击拳员赶到事发现场 四合院门口 小歪被沙王穿刺之后 由死神镰刀收走 另一边 萨尔匡大宣誓主场 直到这个时候 牛逼才堪堪打完副本 谜团从容上前释放凋零 之后的黑洞又与沙王地震完美先接 牛逼战队梁大哥一命呜呼 只有拿到不久顿的女王仗着隐身符 激静的逃过了一劫 谜团没有大招 牛逼拥有重生 一季又刻意制造了一段平静期 十七分半 黑洞冷却完毕 沙王谜团双双挑刀 天徽军团扣开轨迹之物 野区入口处 一季滴滴打高地 仰照完备的视野依然抢到了先手 小歪几乎是没做什么事情 就瞬间成为了看客 双被扶女王仗着不朽加身大胆跳入敌阵中心处 但不巧大帝之灵和刚被兽也在同一时间赶到 既不合适宇宙大帝跳刀之后召唤黑洞将他们全部牵引 再得沙王心领神会同一时间摇尾放大混天灭地 最终打出了爆炸团战的异计 仅仅折了一个五号位的萨尔 牛逼这边 血魔回程跑路 始终没能找到机会放大的女王 重生之后也是连跑带跳 仓皇逃走 而另外的三兄弟 则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两波完美团战 令一级战队稳住了局面 接下来的比赛里 夜眼军团很想利用谜团大招的真空气有所作为 但天徽方整体性一流 牛逼战队交出了扫描 也仅仅击杀了一次萨尔 不看不知道 牛逼在对线机过后的四次击杀 全部来自于干扰者 一个五号将有位 就是拉个枪键打个信息 对异计的影响 远谈不到伤筋动骨 可牛逼这边 近期的阵亡名单 包括了除不求对女王之外的所有英雄 对比结果不言而喻 二十二分半 一级推打之余 又在树林里发现了潜伏的卡卡 3154的信号不知道有没有传出去 街头人反正是回不来了 二十四分钟 谜团做出黑黄杖 如此一来 牛逼再也没人能够打断他的持续事法 Universe即将开始自己的表演 二十五分半 线上视野看到土猫进入树林 此行此景 就像一只鸵鸟将头埋进了沙丘里 一记豪争一霞 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萨尔电子屏障落空 不要紧 还有死灵法推推开树 卡什福百般杂技 也不过是帮大哥多拖了点时间而已 一记顺势转战柔扇巢穴 狼人收获不朽 死灵法拿起奶酪 牛逼战队人员急整的时候尚且不敢接团 此时四打五更是选择了避而不战 三十一分钟 一记五人抱团抓到关键人物 雷达扫描精确定位 谜团凋零果断开术 躲猫猫的女王 刹那之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宇宙大帝释放黑洞 狐猫救人心切 却只不过是多了一个陪葬而已 此时的牛逼战队万分凶陷 正面不敌只能带线牵扯 可哪怕最灵活的女王尚且如此 其他人的境况更是可想而知 三十三分半 又是一波诡计之物 一级战队在燕燕圣坛处抓到大敌之灵 土猫束手就擒 萨尔的恶念批示又召回了钢贝手 两名英雄身手易出自不比说 而最最要命的是 半分钟前 刚刚买出的真实宝石 全然没有发挥作用 就被对面搅了过去 堪称杀人猪心 一战成功 天徽军团写八千经济优势 直扑高低 雪莫的灰耀分身 配合小歪蛇棒 以及防御塔的符纹 十分狼狈的手下了这一阵 一直在说 一级的阵容 遇到后期显然更好发挥 比赛进行到这个节骨眼上 似乎已经没有了悬念 然而 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往往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因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 35分半 苏梅尔 贪图纷争面杀的伤害加仇 电光石火箭 女王天神下凡 让之后的死神镰刀落了空 从不失误的宇宙哥 强留KOP 却吝惜自己的十秒黑黄 图毛地磁之卧 瞬间捏碎了整个黑洞 随后的团战异常胶着 狼人的召唤物 将暗影萨满摇死在萨尔的惊台风暴中 杀王跳大 也让狂暴状态的血魔痛不欲生 另编女王 身法灵动 毒掉萨尔拿到双杀 而团战自始至终 刚被瘦的眼中 只有狼王 千军万马 虎狼还伺 头上增雾 脚下凋零 竹钢烈 汉不为死 一往无前 身形背后 微微然似有一道天鹏魅影 最终 一级战队 年龄相差整整十岁的两名队员同时犯错 葬送好局 双核心阵亡 中楼二塔告破 趁狼人无法买活 牛逼战队抓住机会 开启柔山副本 痛苦女王身背不朽 反超经济 财产总和全场领跑 39分半 牛逼战队 一波轨迹之物 拉开团战区目 不知何故 天徽方 对于一个侦察兵的救援意志 竟然如此强烈 所有道具 一股脑丢了上去 NEC的死神镰刀 情急之下 还定了一个几乎满血的痛苦女王 另一边 谜团BKB拉大 也仅仅带走了一个暗影萨马 牛逼 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了局面上的碾牙 萨尔电子屏障 挡下了红色法拉利 但这个战争导火索 最终也没能幸免 文艺法师没钱买活 狼人谜团没有大招 有那么一瞬间 沙王觉得 自己是唯一能够站出来的选手 穿刺骚扰之后 等待下一次消耗 谁撑下 刚被手直接跳到大云锤 配合土猫的后手 将它送回了泉水 狼人推下奶酪 构全了活命 血魔一番交手 也吃掉蛋糕回复状态 只有女王 淡定拆迁 不问世事 最后 小外复活 重返战场 而另一边 死灵法师 却只能在泉水数星星 将有英雄特有的优越感 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 牛逼战队当机了一段 转战下路 爱因萨满插下蛇棒 夜眼众人敲搞其上 疯狂拆迁 下路近战兵营崩塌 饶石钢被兽 被揍成了猪头 夜眼军团 也根本没有回头的意思 一波团战 牛逼战队打通了一级中下两路高地 看似盖棺定论的局势 看似毫无希望的翻盘 就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团战之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牛逼战队的逆袭 忽然由一级失误带来的机会 但也正是他们的任性与耐心 施加给了对手犯错的压力 而连破两路高地 所体现出的勇气 胆破 与决断能力 恰恰是他们日后关键场次 面对僵局 危局所缺少的要点所在 然而 比赛还没有结束 一级战队并没有放弃 拥有谜团的他们 具备创造奇迹的能力 46分钟 牛逼豹团上路推进 地图边缘的视野 祝小歪先守SK 随后女王 狼人 同时开启黑黄扑向对手后排 五号位互换之后 之前轻身犯险的双方核心位英雄 又先后倒在了敌人阵中 接着 雪魔发动引擎 收下残血沙王 但刚被兽 扛下死神镰刀后 也站死在午夜的凋零之中 雪魔与土猫撤走 一记闲闲地 守下了这一阵 48分半 四合院里 牛逼收获顿奶 随后重整旗鼓 再攻上路高地 不肯坐以待避的一记战队 在二塔之前 主动打了先手 谜团跳大 单拉了钢被兽 贝贝猪 靠奶酪毁满了状态 随后 一记亮出了自己的终极武器 谜团刷新之后 黑洞二次牵引 黑黄雪魔 直接被狼人咬死 杀王穿刺之后 买活的死灵法师 也收走了钢被兽 射下女王独木男之 凋零之中 交出了自己的复活盾 狼人无法重生 谜团没有黑洞刷新 牛逼全员热血买活 西纪一战定江山 染珠能没有金斗云 求取真经的道路 显得格外漫长 天徽上路高地 小歪跳刀切入 一套碰住死灵法师 后者却被推推棒救下 自己身死人手 队友则在这个时间 拿掉高地塔 第二波交锋 土毛跳梯 运助对面三人 电锤强新女王 开启黑黄疯狂输出 可双拳不敌四手 且有狼人 刚好凑足了买活金钱 阿卡莎被迫脱战 却有萨尔恶念撇势传回 被天徽五人绞杀 此时战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场上的实名英雄 几乎买了个遍 一场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零容错绿的团战 直接决定着比赛的胜负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 技能与道具齐备的千辉军团 拔起了最后的反扑 为保女王买活 牛逼战队小心拖延 等不起的一级战队 还是以昭大帝打了先手 跳大的沙王 变身的狼人 同一时间扑向黑洞中心 危机关头 总有英雄出手 此时镰刀高高落下 一击众人却是眼前一花 而那残血刚被瘦 已在千里之外 A仗土猫 显显的救下了买活冷却的队友 中国石化送你安全到家 大帝之灵 神来之彼 一记所有关键技能全部落了空 死走逃亡之际 又被赤血狂魔全部收割 一波疯狂杀戮 团灭了天徽坊 直接宣判了美洲霸主的灭亡 跨过了一季这一关 牛逼战队有如神柱 连续两个2比1 分别战胜了埃及与老飞扬 顺利拿下了圣州族冠军 之后的故事众所周知 决战夜晚 聚光灯下 万众瞩目 如山的压力中 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与之前那只永远保持耐心 永远保有希望的牛逼 判若两队 面对从败这组一路搏杀上来的虎狼之师 三场比赛 并没有呈现出 这个级别舞台上应有的巅峰对决 败给了对手 更输给了心态失衡下迷茫的自己 曾经那象征着梦想与荣耀的不朽神盾触手可及 但一步之遥终成天涯海角 那回眸间的不甘 那落泪出的懊恼都清晰的折射出这个夏日的苦涩 硝烟三季如今回顾恍如隔世 新赛季 牛逼战队在缺失中重新起步 原本人马 西系在狂风咒语的洗礼中 再一次为自己证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